好 在这一边呢 我们进入CT bar i 还要求下列个4的 HCF HCF呢 这个东西呢 我们 以前呢 在那个 呃 Home 1 Chapter 2的时候 我们有学过HCF 我的6的那个Factor有什么呢 我的6的Factor有 12 3 6 16 6 2 3 6 然后 我8的Factor有什么呢 有1 2 4 8 这样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Common Factor呢 是一样的 一样的有什么 一样的有1 一样的有2 所以它是1和2 然后 我们还有Highest Common Factor Highest Common Factor就是它Common Factor里面 最大的那一个 也就是 OK 好 然后现在我们来到这一个是Form 2 Chapter 2 它是 呃 Algebraic Common Factor OK 6a跟9a 还要我们找HCF OK 在这一边呢 我们知道6 6是什么 123 123 6嘛 123 6嘛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它就有那一个 6 6a 他就有12 3 6 6 然后 a 2a 3a 6a OK 1乘6a 1乘6a 6a 2乘3a 6a 3乘2a 6a 6乘6a 然后我的9a呢 我知道 1 3 9 a 3a 9a 所以它的那一个 highest common factor呢 OK 我们 找Common Factor先啦 找了Common Factor再来找 HIGHEST COMMON Factor So它的Common Factor有什么 它Common的Common Factor有 1 3 a跟3a 你看 它一样的有1 有3 有a 有3a 然后 这样它的那个HIGHEST COMMON Factor是什么 3a 最大那个 3a 我们在 那个 Form1的时候 我的6跟8 我要找它的HIGHEST COMMON Factor 我另一个方法是这样除2 3跟4 没有一样的 我就停下来的 所以这一边呢 这一个6a 9a 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除3 3262a 3393a 然后再除a 它剩下是2 跟3 3 所以它的HIGHEST COMMON Factor呢 会是等于 3a 可是事实上呢 厉害的学生他其实可以一眼看得到 就是说6跟9 他直接一眼看6跟9的 HIGHEST COMMON Factor是3 然后 英文字母一样的是a 所以它HIGHEST COMMON Factor是3a 然后我这一边2x3是4x2y的时候呢 厉害的学生他能够直接看到 他的HIGHEST COMMON Factor呢 会是等于 2 2x2 2跟4 它的HIGHEST COMMON Factor是2 然后 x2 x3 就一样的是x3 一样的哪最小的哪一个 号码 OK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呢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这样 我们需要做的 用来一眼看的时候 就是 号码 的 的HIGHEST COMMON Factor 然后英文字母 字母 一样的 抽 呃 小的 的 power 拿小的power 拿小的power ok 好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你看2跟4的hcf是2 然后x2 就拿 y没有一样的 我就不拿 ok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一个 我有2x2 4x2 我除2 剩下x2 2x2 这个y 没有这个是x3 这个是x3 然后除x3 它剩下x 然后2y 这样吧 所以它就是2乘x3 所以它的hcf呢 其实是 那个 在这一边hcf 它就会是 等于 那个 2乘3x3 所以它是2x2 好 接着我们看第三题 第三题呢 我们会的学生呢 他直接可以看到它的答案 hcf是a b 就是这样而已 ok 然后 如果我说要用步骤的话呢 我觉得用 短除还可以吧 b3 然后ab 然后再除b b2 a 所以它hcf是a乘b 所以它就是ab 然后第四题 它的hcf 我们拿一样的 它就2 1 q2 ok 为什么是2 1 q2 ok 因为我们在这一边呢 之后 我先除2 2 2 5 然后p4 9 3 然后一样的是p 然后4 q2 5 1 3 q3 我再除q2 ok 然后 它就会变成了 那个4 然后5p q 所以它是2 乘p 乘q2 所以它是2p q2 可是事实上我 可以一眼看得到了 2跟8的hcf是2 然后p 最小的p 是p1 q2 q3 q2 然后这一个它的hcf呢 会是等于3 ab ok 好 同样的 一样的做法 我在这一边 除3 7a2b 3abc 我再除a 7ab 3bc 我再除b 7a 3c 所以它是3 x a b 所以它就是3ab 然后我的这一个hcf呢 6 38 6 5 30 所以它hcf是6 ok 然后x y square 6abcf 好 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 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一个我除6 6 38 6 5 30 然后我再除x 3y2 5y3 我再除y2 3 5y 所以它是6 你可能就要用这样的方法了 3 a3b 9 a2b 5b 然后接着我再除b 3a3 9a2 5 所以它是5乘b 然后第八题这一个 号码的部分8跟9 除2 9不可以除38不可以 然后不能够再除了 所以它的那个hcf 会是等于 x2 y z OK x2 yz 号码的部分不能够被除 号码的部分的hcf是1 OK我的hcf 那个8跟9 就是1 所以我这一边我除x2 剩下9 yz 8 8x y qz 我再除y 9z 8 x yz 我再除z 9 8 x2 所以它这一段是x2 y z 所以它是x2 yz 好接着我们看第九题这一边 然后 这一个的hcf呢 它会是等于14 a b OK为什么会是14ab呢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一边全部都是2的倍数 我除2的 我除2 7a²b 然后21ab 14a²b² 然后发现到这一些都是7的倍数 7a²b ab² a²b² 然后 一样的有a 我除a 它就剩下ab b² ab² 一样的有b我除b ab 然后ab 然后ab 所以我旁边这一个2乘7 乘a乘b 所以它就变成14ab 然后其实我可以看呢 14、14、24、24、28、34、42 所以它hcf4 这三个号码是14 a最小的power是一样的 大家都有a a最小的power是1 所以a1 b1 所以是ab 这样 这一题呢 它的hcf呢 是a加b ok 就是说在这一边的时候 它一样的东西其实是 a加b 我就除a加b 剩下a 剩下b 没有一样的 然后这样hcf就是a加b 我们记得 就是说在这一边 其实到了后面的这一种东西 比较复杂的 是已经是读种的level了 我们其实到第九题为止 我们都要会 我们记得 你要 掌握一个技能 就是你一眼看 看得出它的那个hcf 就是说我们看出它号码的hcf 2122224 所以 汉码的部分是2 英文字母一样的只有x 然后它的x的power x2跟x3 x2是小的 x2 然后同样的 a a1 a2 a2 a1 b1 b3 b2 1 然后p p1 p4 p2 q2 q3 q2 q2 428 520 所以数字的部分是2 然后接着这一边的时候 就37 21 339 所以数目的部分是3 a1 b1 这样 然后 638 6530 然后6 hcf 数字的部分是6 然后x power1 x power1 y power2 y power3 y power2 y power2 6x power2 然后 呃 3515 9545 然后5525 5 英文字母的部分 a a 他没有a bb b全部都是bb power1 b而已 然后9跟8号码的部分是1 然后x power2 x power3 我拿x power2 y power1 y power3 我拿到y zz 我拿z 而已 ok 然后 这一边 然后 这一边他是14 是他的那个hcf 然后a1 a2 a1 b b b a加b 一样 a加b 好 所以接着 再来这一边的时候呢 这一些 屏幕呢 我其实 不想 再用那种 层出的方法 ok 然后 但是你可以看到啊 我的这个hcf呢 我知道 622 638 6 然后 x x y 他有 他没有 x加y 一样 对 是x加y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这一个我租6 然后 622 然后 638 然后接着我这一个我租x 他就2 x加y 然后 3xy x加y 然后我再除那个x加y ok 然后才变成2 3xy 所以他是6 乘x 乘x加y 所以你其实可以直接看得到了6 然后x 然后x加y 然后 接着的旁边这一题 hcf呢 我也可以直接看到a b b加c ok 我们其实可以直接 直接拿到了 我们其实 不需要做任何的步骤了 在这一边我除a 增加2b b加c 3a b加c 没有的 这个是 2a 3ab 包括b加c 然后我这一边除b 2b b加c 3a b加c 我再除 b加c 那就2b 3a 所以他是a乘b乘b加c 然后 这个我们 呃 那个号码的部分 3 5 没有 ab 没有 a-c power1 a-c power2 所以他的hcf我们一眼看就是a-c 然后 这个呢 他的 那个英文字母的部分一样 a power2 a power3 所以他是a power2 b power b power4 b power2 a加1 power1 a加1 power3 a加1 power1 a-2 a加2不一样 所以他答案是这样 ok 然后c2-d2 等下先拿 接着这一边开始呢 我们就要会 一些技巧 就是开挂符 c加d c-d c2加d c加d c-d 所以他的c-d 是他一样的 所以他的hcf c-d 然后 这个我们也要开挂符 然后他这边 x x 然后e44 加4-1 然后这一边这个也开挂符 x e33 加1加3 有没有 还是-1-3 -1-3 但是c是加 同图号 b是减 两个都是减 ok -1-3-4 所以这个他的hcf呢 会是等于 那个x.e 这一题的这个部分呢 他这个 是属于那个 平方差公式 就是平方差 公式 然后平方差的公式我们知道那个 什么 c加dc.d c2加dc.d 然后这个是平方差公式 然后我们的 这一边呢 这一个我叫他 开 括号 OK 开括号 开括号 然后 可是事实上呢 课本还是叫他交叉 相 相乘法 OK 交叉 交叉 相乘 法 这样的一种东西 然后这个你不懂我在做什么的话呢 要去判断基础 的那个交叉法 交叉法 然后 这一点 这一个我也是 需要开发符 所以他这一边是 x x 然后 10 10 然后 加10 减1 这个 这一边是 x x 加10 减1 这个 10 10 加10 减1 这一个 48 然后 68 48 68 48 减1 所以他的那个 hcf 会是等于1 第17d的hcf 等于1 然后第13d的hcf也是1 13d 这个是a减cb减c他不一样 所以他这个的是1 他完全没有一样的东西 a减cb减c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他不能够抽 OK我刚刚没有看清楚 我以为这个是a减c 好 来 然后我这个是 什么 然后 a2b2a加1 然后c减d 然后 x减1 然后 1 对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第18d 所以他没有一样的东西 他 hcf 这一个我也 开挂幅 我就有 xx 35 15 减5加3 这一个我也开挂幅 xx 368 加加 这个开挂幅 xx 3乘10 30 减10加3 所以他的hcf 一样的是 x加3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x加3是他一样的东西 这个 这个 是他的hcf 好 接着第19题这一边开挂幅 然后 aab 2b 减 加 然后 这个呢 就 aab 2b 加 加 所以他的hcf呢会是等于 a加b 他一样的是这个a加b 这一边 a加b是他一样的 好 然后 接着这个 他是 开挂幅 a a b b 加 加 这个是 这个其实就是a加b的二次方 ok 这个不用开了吗 在一个a加b一样我把a加b抽出来 然后他剩下的是a2-b2 然后他就有a加b a加b a-b 因为我知道这个a2-b2 会是等于平方扎方式a加b a-b 然后他这个就会变成a加b的二次方 a-b 所以他的hcf呢会是等于a加b的二次方 ok 三 二次方二次方三次方 这是二次方 所以他这个的答案是a加b的二次方 然后 上面的这个是 什么 a加b x加3 对 好 所以在这一边习题parti hcf的部分 我们就讲完了 这个 我 为我 游泪 那就是